外送员把机车停在围墙边 仿佛失去意识 向左倾斜 连人带车倒在花盆上 像这样中暑的案例谁有所闻 因为七八月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就有一名年约60岁的男外送员 发烧38.5度赶去急诊 肌肉酵素指数飙到数万 原来出现恒文肌溶解症 在高温下外送导致热衰竭 平常有活动力比较大的 那原则上常常容易忘了喝水的这个工作 本身可能有吃一些药物 就是也有可能会遭加速荷文肌溶解 根据卫福部统计 七八月热伤害就诊次数 七月大约800人 创下六年来最高 八月则是498人创三年新高 以地区来看 七八月热伤害就诊排行 台中176人居冠 其次是彰化119人 以及高雄103人 你会发现说会有一些意识模糊 会头晕 或真是口渴 热衰竭或热重鼠的时候 会容易产生肌肉筋软 加上一个长时间的劳动或是活动 会加速所谓的 荷文肌溶解的一个肌肉的伤 医师表示 热伤害初期的症状比较轻微 要多喝白开水 不要等到口渴再喝 如果待在高温下 出现体温高的情形 就是热伤害的重要警讯 一定要尽早就医 记者陈池莲王一众 台北报道